巴黎周期结束后 国平男队将迎来重新洗牌 与樊振东是否退役 王楚清混双夺冠等热点相比 梁敬坤的存在感似乎很低 不过 对于洛杉矶周期来说 大胖是整个梯队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下面与大家来共同探讨分析 马龙船帮带完成使命 00后大赛难当重任 梁敬坤乘上旗下 巴黎奥运是龙队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 虽然只是参加男团的比赛 但是马龙的发挥无可挑剔 而且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巴黎前 樊振东陷入低谷 长达11个月没有男单冠军入仗 王楚清作为00后球员 要三线作战 特别是冲击混双金牌的压力很大 近年来 随着勒布伦兄弟张本智和 莫雷加德 林云如的崛起 国平要想拿到男团冠军 并非十拿九稳 令人非常感动的是 35岁的龙队在赛场上每球必争 就像他从开始拿起球拍那一刻一样 仍然充满着对胜利的渴望和热血 不过 这位老将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国平男队要想保持非常强的战斗力 我们需要有一定资历 经验的人站出来 梁静坤是个不错的人选 称然 大胖打球 喜欢硬碰硬 场上硬变偏慢 战术套路也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机球质量 相持实力摆在那里 打张本志和林云如这种速度性的选手 往往会有大力出奇迹 一力降实惠的效果 目前 林云后中的林诗栋 相鹏 原历层发挥还不是很稳定 樊震东 家王楚清家梁静坤 应该是新周期国平男队三驾马车了 哪怕是因年龄问题 梁静坤最终落选洛杉矶奥运阵容 眼下他仍是男队不可或缺的一环 男双是梁静坤必须要提升的一个环节 大胖应该不会成为团体一单 樊震东的去留 刘国梁出于梯队建设和男队的需要 肯定会做他的工作 王楚清是教练组重点培养的樊震东之后 男队接班人 东哥 大胖都是可以在团体赛中打一单的角色 对于梁静坤来说 他想在男团中担任第一单打 年龄和能力都不太现实 奥运会男团比赛中 首盘就是男双 梁静坤单打实力突出 可是双打能力一般 要想稳定在男队团体赛阵容 梁静坤接下来与樊震东或王楚清的男双 要增加墨迹度 这是新周期他需要提升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浩需要对梁静坤投入更多精力 刘志强主管大胖多年 没有太大突破 樊震东在巴黎前迎来复苏 甚至是在单打上重新找回自信 与王浩赛前一段时间的亲自操练有关 王浩在执掌男队之前 他曾是樊震东的主管教练 对樊震东了如执掌 要想樊震东走出低谷 王浩必须亲自出马 一个球员在平静期低谷中实现突破 恰恰就需要一位合适的教练 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梁静坤的主管教练是刘志强 可是他带大胖这么多年 给梁静坤带来的改变似乎不大 考虑到00后球员成长 需要一定的时间 王浩应该在点拨梁静坤上 要多花费一些精力 郭平另一位主力林高远 已经29岁 外战成绩不是很给力 梁静坤从2012年进入一队 已经有12年的队龄 可他还从未有过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大胖身强力壮 也没有太大的伤病 希望他能与樊振东 王楚清联手撑起国平南队吧 大家赞同樊振东 王楚清 梁静坤为南队新三架马车吗 不过真的不知道 国平有什么打算 就在WTT澳门冠军赛 即将拉开帷幕之际 一股退赛风潮却猛然袭来 让整个平坛未知震动 据统计 截至目前已有多达八位世界顶级选手宣布退出这场拼弹盛宴 其中不乏国平的三大主力 樊振东 马龙 陈梦 以及日本名将早田西娜 韩国主力 申育兵 等一众好手 这一连串的退赛消息 无疑给即将到来的比赛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看点 首先 我们来看看国平的三大主力 樊振东 马龙 陈梦 这三位可是国平的定海神针 他们的退赛 无疑让国平的阵容大打折扣 要知道 在巴黎奥运会上 他们可是为国平立下了赫赫战功 樊振东的霸气侧漏 马龙的稳健老辣 陈梦的坚韧不拔 都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大家期待着他们在WTT 澳门冠军赛上再创加级时 他们却选择了退赛 这背后的原因 不禁让人浮想连篇 是伤病 是疲劳 还是另有隐情 国平方面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但这无疑给球迷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再来说说 日本名将早田西娜 和韩国主力申育斌 这两位选手的退赛 同样让人感到遗憾 早田西娜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就遭遇了左臂受伤的困扰 而申育斌则是右肩肌肉轻微撕裂 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 伤病无疑是最大的敌人 他们选择退赛 无疑是为了更好的恢复身体 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 对于球迷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早田西娜和申育斌都是拼谈的佼佼者 他们的退赛无疑让比赛少了许多看点 除了这五位选手之外 还有印度怪教授阿库拉 埃及选手梅谢夫 美国名将张安也选择了退赛 他们的退赛原因各不相同 但无疑都给即将到来的WTT澳门冠军赛 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场退赛风潮中 有人选择离开 也有人选择坚守 国平的林高远 林诗洞 陈信彤等人就挺身而出 填补了队友留下的空缺 他们或许不是最耀眼的明星 但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同样 日本选手牧原美忧 韩国选手金纳英 加拿大选手张默 葡萄牙选手绍吉尼等人 也获得了地步的机会 他们能否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WTT澳门冠军赛上大放一彩呢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看点 退赛风波背后 其实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情感 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 能够站在赛场上 为国争光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当伤病和疲劳袭来时 他们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是坚持还是放弃 这是一个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 但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们都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和支持 因为每一位运动员都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们或许会因为伤病而暂时离开赛场 但他们的心却永远与乒乓球同在 他们或许会因为年龄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来的年轻人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 每一位选择退赛的运动员都是一位真正的勇士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乒乓球的热爱和执着 现在随着WTT澳门冠军赛的日益临近 悬念和期待也愈发浓厚 谁将填补名将们留下的空缺 谁又将在赛场上大放一彩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揭晓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无论谁胜谁负 我们都应该珍惜每一位运动员的付出和努力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他们用自己的坚持和执着 宣示着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对于这场拼弹的退赛风潮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觉得哪位地步选手最有可能在 WTT澳门冠军赛上大放一彩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加油诸葳吧